有人说直销是个梦 它可以让你飞黄腾达 登上之头变凤凰 也有人说直销是一场空 它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金钱 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资深的法律顾问 也是非常知名的律师 刘龙珠刘律师 来和我们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直销 什么是梦 什么是空 刘律师您好 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直销 我想很多人应该还不太了解 到底直销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直销第一是一个行销的方式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你除了卖产品之外 然后你要不断地发展下限 然后你从发展下限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你可以有收取提成 就换句话说 那么不但说你卖产品 你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提成 这样一个亿级的奖励 那么你的下限 你的下限的下限 你的下限的下限的下下限 全部只要有个产品卖出去 是通过你这边的下限发展出来的 那么你都会拿到这样一个用金 可观的一个用金 对 那其实 与其是直接的买卖这样的方式 跟你有下限去买卖的方式 在美国的政府的规定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有规可循 哪一个是合法 哪一个是不合法的呢 对 对 这样来说好了 那很准确的界定呢 比较难 很模糊 但是大的方向呢 分别是有的 它是这样有一点呢 是法力及联邦和地方的司法机关很看重的一点 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的盈利 它的大头是来自于销售产品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分子 一个销售人员 就是说你呢 赚的这个钱大部分是来自于销售产品 还是大部分来自于你的因为下限的用金的提成 如果呢 你是大部分是来自于卖产品 那么被界定为非法直销的可能性就会少一点 对 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其实不是通过卖产品 而是不断地发展下限 下限再发展下限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 那么被界定为非法传销的可能性就会大部分 会比较高了 对 可是在我们普通人来说好了 如何来界定今天你所拿到的佣金 是从卖产品而来或是从你的下限而来呢 难道您可以说 我今天跟我上线说 我要看我的quarterly的financial report 我要看你的财务报表吗 它报表上应该也不会有这样的界定 说我今天这个钱到底是从卖产品来 或者是从下限这边争取而来的吧 是的 这样来说好了 第一呢 就是说一般的会员不会有这样的权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即使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看到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有多精准 那诚实说就很难讲 所以其实直销照实话来说 应该是非常 它的gray area是很大的 模糊地带也是很强烈的 那我们反个方向来说好了 如果今天我在做直销的话 我要不停地去进它的研讨会 不停地去买它的产品 在这样的行为上 是不是就已经构成不合法的这个状况了呢 这样来说好了 那么单纯研讨会呢 本身没有合法或者不合法 就要看它研讨会的内容是什么 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那比如说有的传销公司的有些人员 为了鼓励大家加入成为会员 来刺激大家这样一个积极性 他常常会讲说 你看我之前什么都没有 一文不明 生活窘迫 自从我成了这个直销公司的会员之后 那个生活一日富贵 你看我的豪宅 你看我的名车 对 然后你看我银行的存款 我去年一年赚了多少千万 多少个亿 我赚的钱 我现在自己数都数不过来 哇 其实这样讲起来 如果是个人去听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上面的motivative speaker 讲的是这样非常的火热 然后旁边如果是你的亲朋好友 在旁边应该要簇拥一下 我想加入的人应该会很多吧 对 所以呢 我觉得因为这样诚实来说 因为一般人 就特别是工薪阶层 就是说他呢 他的没有其他特别方面的才艺 或者一个技能 就是说就做一份工 拿一份薪水 就是很平稳的过日子 然后虽然呢 就不是很富贵 但至少平安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小孩要念书 要念私立学校 我房子要换大一点 对 我希望将来老了一个保障 但是呢 他对这个金钱 他对这样将来生活稳定的渴求 是很强烈的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对做直销来说 对大部分人来说 他会觉得说 我这个一日富贵 看上去真的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赚了这么多钱 这个方法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 至少可以试一下 Let's give it a try 所以 might as well give it a try 之后呢 也许他就会飞横行腾达 可是更有可能 他会一败土地 其实呢 刘律师呢 身边呢 有非常多的个案 而且他还有委托人 就是要委托他 对直销这一个方方面面 来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会再次请教刘律师 告诉我们 其实直销 是梦 还是空 不停